Hello 大家好 我是Angus 欢迎收看每周360 在影片还没有开始之前 记得按like 订阅 分享 为你带来第一则新闻 KIA EV9 GTLINE大马发布 韩系旗舰存电SUV开价369700起 这一次我国引进的是顶盔的GTLINE Allview Drive四驱长续航版车型 拥有0百加速5.3秒出色性能 同时能支援505km最远的续航 本车型分别有两个车型 7人座 还有6人座 车型可以share 作为KIA存电车款车足内的大哥 EV9是原厂定位最高旗舰存电SUV 它采用了原厂当家的电动专属平台 EGMP平台打造 同时它的这个平台下首款中型三排座的SUV里面 新车车长是超过5000mm 轴距3100mm 从数据上你就可以看得出它是一款庞然大物了 首先在外观上这款家族旗舰使用的原厂最新 Opposite United设计元素 可以看到它整个设计是非常前卫和科幻的 在水箱护照旁边有数字照明格3 点亮的时候会有一格一格的设计 配合上精致的头灯组和相呼应的尾灯组 有着很高的辨识度 来到内饰这辆车在本地就提供了2加2加2的6座车型 或者是2加3加2的7座车型布局 而它的内饰采用了简洁设计风格 可以看到12.3寸全液晶仪表 和12.3寸中控触屏主机组成的双联屏设计 这款车采用了新的双幅式的方向盘 另外它还有HUD抬头显示器 座椅通风及加热 带方向盘加热的电动方向盘调节 以及14个Meridian高级音响等等 基本上配备作为一辆旗舰车型呢 该有的它都已经给了你 至于在动力的部分 新车在本地仅有GT9 All-View Drive 四驱长续航版车型 它搭载的是前后共双电机组成的四驱系统 系统综合输出379匹马力 700牛米 它的0百加速只需5.3秒即可完成 它配备的是99.8kW的电池组 可支援最远续航505km 另外它支援最高的11kW AC充电 只要10个半小时即可完成充电 除此之外 还有350kW的DC快充 充电24分钟 可为车子完成10%到80%的充电 最后 全新的EV9已经正式在我国发布了 新车本地开价369,668块起跳 各位老板们 你们觉得这辆韩系纯电SUV大哥怎么样呢? 第二则新闻 Protor D66B因撞击测试因素延期 据悉将在2024年下半年发布 Protor D66B原定会在2020年4月发布 但根据消息指出 因为载哈树的撞击测试造假 导致这款车在本地的发布时间出现延期 据悉目前的发布时间 会落在2020年的下半年发布 但随着日本政府放行 这辆车应该是已经准备好发布了 Protor D66B定位B-Segment的SUV车型 这款车的原型车为Yaris Cross 也就是目前在Protor产品阵容中定位最高的车型 据悉这款车预售价会从73千起跳 同时具备了时下流行的元素 有如LED头灯组 大触屏主机等等 不过据悉为了和Toyota Yaris Cross做出差异化呢 D66B仅会提供1.5L的自然进气引擎 这个引擎的输出和Elsa一样 最大马力为104HP 峰值扭力138Nm 一倍的DCVT变速箱 至于Protor首款公开贩售的Hybrid车款 则是要等待到2025年的新款Myvi出来 才可以看到 由于受到了戴哈树的撞击测试造假风波 导致这款车的发布时间延后 根据目前我们掌握到的消息呢 新车的发布已经延迟到2024年的下半年 对此Protor并没有发表评论 不过未来有进一步的消息呢 我们会第一时间为大家中商 第三则新闻 吉克X确认引进马来西亚市场 预计售价从200千起跳 最近吉利集团旗下的豪华电动汽车品牌吉克 宣布引进马来西亚市场 这一个消息无疑为该地区的汽车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 首款引进我国的车型已经确认为吉克X 吉克品牌自2021年3月由吉利正式宣布成立以来 就定位为高端电动汽车品牌 吉克X是该品牌推出的最新车型 它使用了吉利的可拓展电动架构SEA平台 这也是Smart Hashtag One所使用的平台 吉克X不仅拥有时尚的外观设计 还配备了先进的技术和性能 据报道吉克X配备了400千瓦的双电机动力系统 四轮驱动 0百加速 声称不到4秒 最高速度超过每小时200公里 续航里程可达到700公里 还有单电机后驱动力系统 输出272匹马力 还有384牛米 0百加速为6.9秒 吉克品牌的引进是吉利在全球市场战略布局的一部分 吉利已经在20多个国际市场建立了品牌的存在 并计划在今年年底将其产品销售到至少50个国际市场 吉克品牌的扩展不仅限于马来西亚 还包括泰国、纽西兰和欧大利亚等国家 吉克品牌的引进标记着大马市场在电动汽车领域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随着吉克X等车型的到来 大马消费者将有机会体验到更多高性能 高质量的电动汽车选择 这不仅将推动大马的电动汽车市场发展 也将成为整个东南亚地区的电动汽车产业带来积极的影响 随着吉克品牌的不断扩张 我们期待看到更多创新和令人兴奋的产品在未来问世 吉克X的引进无疑是吉利在全球电动汽车市场里迈出最坚实的一步 第四则新闻 2020年Toyota GR Yaris今年内登陆我国 提供X-Speed Manual或者6-Speed Auto的选项 随着汽车技术不断的进步 Toyota再次证明了其在高性能车型领域的领导地位 2020年Toyota GR Yaris在性能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这款具备了期待的Hot Hatch 将在今年内正式登陆大马市场 为驾驶爱好者带来前所未有的驾驶体验 新款的GR Yaris搭载了一台经过改朗的三缸1.6Turbo引擎 最大功率提升至300PS 峰值扭力达到400Nm 这一显着的性能提升呢 使得GR Yaris在加速和操控上都有了更为出色的表现 2024年的GR Yaris引入了全新的霸素 Gazoo Racing Direct Automatic Transmission 这是该车型首次提供自动变速箱的选项 这款变速箱不仅换挡迅速 而且能够预判驾驶者的意图 实现与专业赛车手相似的换挡体验 为了应对更高的动力输出和自动变速箱的需求 Toyota还为GR Yaris配备了标准的ATF Cooler 此外还可以加装Intercooler 冷空气进气口和中冷喷雾的冷却性能包 以提供更好的热管理性能 新GR Yaris增加了Drive Mode Select 驾驶者可以根据个人需求选择Sport Normal 或者Ecomood 以改变电子主力转向 空调动力系统的响应 Sport 的模式下 仪表盘的设计也会有所不同 随着2024年的Toyota GR Yaris的到来 马来西亚的车迷将有机会体验到这款 结合了日本赛车技术和现代汽车工程的高性能车型 无论在城市街道或者在赛道上 GR Yaris都将为驾驶者提供机动人心的驾驶乐趣 随着在马来西亚市场的推出 GR Yaris无疑将成为Hot Hatch领域里面的一股新势力 来到第五则新闻 Toyota Vios D54B将在大马进行CKD 动力比N1版更强 并且有GR Sport版本 想要入手Vios的朋友们要注意了 因为全新的Toyota Vios D54B型号呢 预计在不久的将来推出 这款备受瞩目的新车将在大马的Bukit Raja工厂进行完全的闪见组装 代表着Toyota还是有对大马市场的持续承诺 新的Vios D54B呢 不仅在设计上幻然一新 还搭载了一系列的先进技术和安全的特性 它的内饰设计注重舒适性和实用性 皆在为驾驶者提供乌域伦比的驾驶体验 此外 新车型还配备了高效能的发动机 提供更加的燃油经济性和动力表现 Vios在马来西亚一直享有盛誉 新的D54B型号 无疑将进一步的提升这一个品牌的市场地位 随着消费者对环保和高效能汽车需求的增长 全新的Vios D54B的推出 正好迎合了市场的趋势 新车采用的引擎代号为2NR VEX 具备了Arkinson循环 引擎部分最大马力为90HP 峰值扭力120Nm 至于在电机的部分则是配备了79HP 峰值扭力141Nm 电池采用了0.7kW的电池 综合最大马力为109HP 比普通版本看似差别不大 但是因为电机具备了即时的扭力的关系 所以加速表现一定比普通版更好 Vios D54B预计在2024年登陆我国 届时最大的对手是City RS的E-HEV车型 如果是你,你会选择哪一辆呢? OK,以上就是本期360的内容 喜欢的话记得Like,Share,Subscribe 还有Follow我们的IG,TikTok,还有小红书 我是Angus,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我会订阅你,TikTok,还有小红书 我会订阅你,TikTok,还有小红书 我会订阅你,TikTok,还有小红书